之前日本正在募款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募得超过18亿台币 不过目前只拨出了4亿给日本的红十字会 就遭到网友质疑了 为什么不一次把全给全部捐出去 而今天红十字会再度出面澄清了 说这只是第一阶段紧急救助的部分 在5月全世界红十字会召开大会的时候 就不排除会把全部的善款一次都转交日本红十字会来做处理